这个妈妈也太恶毒了 女儿做不好舞蹈动作 竟将她的脊椎直接踩断 安上零件惊喜雕琢 最终做成了一个近乎完美的八音河 所有人都觉得她的女儿必死无疑 可实际上当八音河启动 女儿就会跟随音乐翩翩起舞 50年后这个妈妈意外变成了植物人 而眼前这个名叫露西的女孩 就是她的护工 这天露西和同事一起去给病民做看护 途中同事无意间看见露西的一童 感到非常惊奇 露西说自己的红魔色素出错了 但同事却说那只是医学上的解释 在神学上 这说明她的身体里住着两个灵魂 露西不以为然 说话间他们来到了一个古堡里 这个古堡极大 墙上挂满了标本和芭蕾照片 她走进房间后 同事开始向她介绍床上的病人 这个老太太是一个非常著名的舞蹈教练 她只有一个过世的女儿 没有其他家人 据说老太太的家里藏了宝藏 可是谁也没有想到 露西还注意到 老太太脖子上挂着形状奇怪的钥匙 同事表示 古堡里所有锁她都试过了 但是没有任何发现 露西对房间里藏书很感兴趣 同事让她随便挑一本 她刚翻开书 一只飞蛾就跑出来 把露西吓了一跳 不过她并没有太放在心上 下班后露西和男友去酒吧放松 露西提到了在古堡里的经历 当她讲到老太太不仅变成了植物人 而且古堡里还有宝藏时 男友的眼睛亮了 没错 她想去寻宝 可思闯名宅是什么后果 露西是知道的 所以她果断地拒绝了男友 然而因此大吵一架 然而更糟心的是 露西刚回到家 就发现父亲在和别的女人暧昧 母亲刚走八个月 父亲就另找下家 她思索良久 还是在深夜打电话给男友 决定去古堡拿点什么 男友交上自己的朋友 和露西一起开车去了古堡 三人把车停在路边 徒步走进了古堡 从没见过这么玄乎的古堡 诺大的古堡里 除了一个昏迷的老太太 就再也没有其他人 据说古堡里藏有宝藏 女后宫露西带着男友 以及男友的朋友来到古堡 意图偷窃里面的财物 由于城堡大门紧闭 三人只能从侧屋的一扇窗户翻进来 再穿过破破烂烂的地下室 来到大厅 露西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她想要离开 可是男友被金钱蒙蔽了双眼 不找到宝藏事故罢休 杰人来到一个房间 发现这是老太太女儿的房间 这个女儿似乎非常孤独 只能和动物玩偶作伴 杰人纷纷找找还是没找到宝藏 可男友并不死心 他又找到了一间上锁的房间 他认定这个房间里藏有宝藏 既然房门打不开 露西突然想到老太太脖子上的钥匙 她连忙来到老太太的房间 老太太还是像白天一样昏迷 露西小心翼翼地拿走了钥匙 但是这把钥匙还是开不了门 露西心下害怕 散把钥匙放回去 然后离开 正当露西和男友争吵的时候 朋友直接撞开了房门 男友进去了 但是发现里面的柜子 全都是空的 什么宝藏也没有 露西一转头 发现这个房间里 竖着一个诡异的人物模型 人物全身都是伤痕 露西认出这就是老太太的女儿 安娜 男友用钥匙直接打开了 人偶身下的锁 整个模型突然亮了起来 像是一个八音盒一样开始旋转 并响起了优美的音乐 男友接受不了找到的宝藏 就是这个人偶 抬头就是一脚 把安娜的头踢歪了 模型瞬间熄灭 楼上也传来 吱呀吱呀的响声 三人感觉不对 连忙顺着地下室跑路 但是地下室的小窗 已经被锁住了 露西突然嗓到老太太的房间里还有一扇扫窗 于是三人又返回老太太的房间 但是床上被血液浸湿 老太太已经不在床上了 露西打不开窗户 男友也上去帮忙 但是朋友突然着了血一样 来到房间里的全身镜前 她看上镜子 发现老太太竟然就站在她的身后 朋友果然来到了镜子里的世界 她看到房间里全都是生物标本 就在这时头上的吊灯旋转起来 她仿佛听见了孩子们的笑声 她瑟瑟发抖地拿起了铁棍 可不一会儿 她的腿上就传来剧痛 三个身着白衣的小女孩 站在她的面前 也刀一刀地把她割得全身实现 这时一个女孩突然上来 毫不留情地割了她的喉咙 朋友当场死亡 男友和露西发现朋友不见 在古堡里到处寻找 可是他们喊破嗓子也找不到朋友 男友心里害怕 使劲撬窗想要离开 可哪有这么容易呢 露西看见台子上 摆放着老太太和女儿安娜的照片 提出要和男友一起 去安娜的房间寻找线索 但是男友一心只想逃跑 露西只好一个人上楼 露西来到安娜的房间 看见了带着呼吸机的老太太 接着惊悚的事情发生了 老太太居然伸出了手 不过奇怪的是 安娜并没有感到害怕 反而鬼使神差地握住了老太太的手 接触的那一瞬间 她感受到了关于老太太和安娜的过去 天呀 这母亲也太残忍了 为了让女儿学好芭蕾 她从背后紧握女儿的双臂 然后用脚狠狠地踩向女儿的脊柱 直至将其踩断 随后她更是在女儿的背里 镶嵌进八音盒的机械 随着一颗颗螺丝的拧紧 一个只会旋转的音乐人偶就完成了 只要在人偶上放进八音盒钥匙 人偶就会不由自主地舞动起来 老太太年轻时是一个非常严厉的芭蕾舞教师 可女儿安娜经常把学生引诱到房间里 啃食他们的血肉 老太太非常的生气 因为这样会暴露他们吸血鬼的身份 安娜想要逃出城堡 躲避母亲的拐束 可是她不能见光 一碰到阳光 她的皮肤就会立马泛起裂痕 在这种情况下 安娜只能任由老太太将自己带回去 在这之后 老太太对安娜更加严厉了 可安娜学芭蕾式的态度极差 老太太逼急了 直接将女儿做成了八音盒 这就是老太太和她女儿的全部故事 就在这时 露西突然听见楼下男友的尖叫声 她想要开门去找男友 可门却怎么也打不开 与此同时 为了惩罚男友擅自将女儿安娜唤醒 怒火中烧的老太太 毫不客气地啃食她的头颅 男友很快失去了呼吸 楼上的露西终于打开门 她冲下楼 却看见了男友的尸体 她害怕地躲进旁边安娜的房间 在里面她看见了安娜的人偶模型 人偶的鼻子上流下血液 露西又看见了过去 老太太让安娜把全部精力都放在芭蕾上 可安娜怎么也跳不好 老太太一直让安娜再低一点身子 再弯一点腰 安娜脊椎直接断裂 回忆 假然而止 下一秒 装有安娜灵魂的人偶突然抬头 一步步走向露西 猛地掐着她的脖子 想要杀死她 但是 安娜根本打不过露西 直接被露西干倒 可就在这时 同事冲了进来 露西还没来得及反应 同事对着她就是一阵 原来 同事表面上是护工 实则是老太太的手下 等到露西再次醒来时 她被锁在了台子上 老太太推着安娜走进来 她要给两人做灵魂交换 老太太把残勇放进露西的血肉里 又把同样的残勇放进安娜的脖子里 很快 两只儿子从两人口中飞了出来 交换了位置 灵魂呼唤完成了 老太太激动地让安娜跳舞 可安娜直接一剪刀解决了她和同事 原来互换仪式根本就没有成功 因为露西的身体里其实住着两个灵魂 一个是她自己 一个是她死去的母亲 前军一发之际 露西看见了自己的母亲 母亲挺身而出 替露西挡了一剑 最终母亲的灵魂被换到了木偶里 而露西的灵魂则安全地留在了本体 而现在露西的眼睛也已经从一蓝一黑 变成了两只黑色 接着她将安娜的眼睛割开 果不其然 里面已经成了一色双筒 现在木偶里不仅装有安娜的灵魂 还有自己母亲的灵魂 这一夜露西和木偶睡在了一块 第二天 她将木偶带到了海边 尽管万般不舍 但露西也只能看着装有母亲和安娜灵魂的木偶 从海边一跃而下 因为只有这样 母亲和安娜才能得到真正的解脱 这部电影让我看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母女关系 一种是放手性 一种是控制性 你更赞同哪种关系呢 感谢阅满意